尊敬的总统先生 尊敬的教科文组织的朋友们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 诸位同学们 大家早晨好 这一次 陈蒙总统的邀请 让我有这个机会 到斯里兰卡来访问 来学习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尤其是再次的看到 我们教科文组织的许多大师 许多朋友 聚会在一堂 讨论如何团结宗教 回归教育 来化解问题 这些年来 我们为这段事情 都很尽心 尽力 努力的在做 我参加联合国的会议 有很多次 我们是代表澳洲的大学 以这个身份来参与 在这会中 我们将中国古时候 传统的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向会友们 做报告 会后 同学们 给我说 发誓你讲得很好 这些都是理想 不能够落实 我听到这些话 让我深深感觉到 今天的危机 那个核心 就是我们丧失了星星 真正的危机 是信心 信心如何建立 只有用事实去做证明 所以我们在 05年的11月 在中国安徽省 汤匙小镇 办了一个 传统文化 一个班 建立一个中心 传统文化学习中心 做一个实验 没想到 这个实验居然做成功了 不到 四个月 三个多月 这个小镇的人心 都改变了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证明了 中国过去祖先所说的 人心本善 在中国古时候 同龙教学 扩本里的就是 人之粗心本善 第二个证明了 人是很好教的 那就是没有人教 如果人有教 很好教 证明这两点 那么过了两个月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邀请我 在巴黎 在巴黎办一个活动 这个是天意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向联合国做详细报告 我们将汤匙小镇的成就 做了八个小时的报告 做了三天的展览 做得很成功 当时秘书长告诉太阁大师 说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 办过很多活动 以我们这次活动 内容最丰富 直序最好 是他们没想象到的 在这个会 我参加这个活动 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我说为两桩事情 第一个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我在九零年 九九年 这个年轻年 我住在新加坡 将新加坡九个宗教 团结成一家人 像兄弟姐妹一样 我要请他们到 教科文组织总部 为世界和平做祈祷 做得很成功 第二桩事情呢 就是汤匙的经验 人民是教得好的 我们应该认真努力 把宗教回归到教育 现在社会 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许多人问过我 我回答的是 真正的问题 就是处在教育 东方把圣贤教育 俗获了 西方把宗教教育 俗获了 今天教育 这是科学技术 教人 怎样 发明机器 使用机器 没有教他 做人的道理 所以 中国古人 有一句话是 子不教我 人心坏了 父母 没有把小孩叫 人心坏了 人不学 社会乱了 真正原因呢 就在此地 中国是 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他的文化沉船 至少有一万多年 那个时候 中国没有发明文字 中国发明文字到现在 大概是四千五百年 四千五百年之前 不能说没有文化 那么中国自古 教人 教什么 可以说 总的来说 就是教孝 教敬 孝亲 尊老 尊习 它是这个教育 所以从这个教育 延伸出来 无能 无能是人与人的关系 从父子 有亲 这种亲爱的精神 所以 它是爱的教育 真诚爱的教育 那么这个教育 我们能够从 现在还能看到 你看婴儿生下来 三四个月 我们细心去观察 父母对儿女的关心照顾 无为不至 小孩虽然不会说话 虽然不会说话 你看他的表情 他对父母的爱 自然流露出来 这个没有人教的 这是天性 这是天真的爱 这就是自信里面发出的爱 也是我们所说的 神圣之爱 佛法告诉我们 这是将佛家的伦理 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 给我们是一体 一体才能产生出 本性的爱 真诚的爱 以这个爱心 把它扩展 广大 爱父母 爱家族 爱社会 爱族群 爱国家 爱社会 爱人群 爱 不会在伤害别人 所以 它是个爱的教育 是个从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的 真诚爱心的教育 就是宗教里头 所说的 神爱是人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 讲无论 无论讲关系 讲五常 讲四维讲八德 实际上 就这四个阔目 在中国这一片大地 教学了一万多年 世世代代成传 但是中国人 把自己传统 疏忽了两百年了 两百年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是也不很短 所以现在 中国人 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非常陌生 你问他们 他自己不知道 他父母也不知道 祖父母也不知道 乃至于真祖父母 高祖父母 可能知道一些 这就是恢复很难 不是不能恢复 是一种难事 难能可贵 我们可以能做得到的 我今天 我今天第一次到斯里兰卡来访问 斯里兰卡古代是佛国 释迦牟尼福曾经三次到过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讲经教学 这是佛陀的故乡 虽然经历了三十多年 内战的灾难 这个灾难 总统把他化解了 带向了和平 这非常之可贵 经历了战争的痛苦 才意识到安定和平的可贵 总统有许多的事实 都是佛陀的意思 都是真诚的爱心 特别是教育 我们要好好地在这个地方 向斯里兰卡学习 向总统学习 第一个 教学非常认真 落实了佛陀的文化 可是在今天 要推广教学 光是说 没有人相信 就跟我在联合国 遇到这个困难 必须做出事业 大家就相信 所以唐治小镇 虽然只有三年 影响很大 在中国国内 引起影响 在国际上 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常常想到 在今年五月间 我在这个曼谷 跟我们联合国 朋友们 在那边见面 他们还念念不忘 我零六年 在巴黎办的活动 希望我能再去办一次 我和大家讲 上一次 有唐治小镇 这个实验 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那现在半 我们有东西拿出来了 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 我们澳洲宗教团 给我一个信息 他们团结起来 在澳洲 托文巴 把这个小城 要打造成一个世界第一个 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 这非常有意义 托文巴 居民大概是十万人 有八十多个族群 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 这么多人居住在一起 像兄弟姐妹一样 互相尊重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助合作 是我们每个人 想看到的和谐社会 我说好 你们认真努力做 一年做成功了 我说我们会 这个找联合国 我们再办一次 把这个好素 介绍给全世界 当然 更期望的是 有一个国家 能够做成一个全世界 和谐示范国 就带动了全世界了 五月 我在曼谷 就想把这桩事情 跟太皇建议 没想到我们去的时候 太皇身体不好 我们没见过 没见到面 皇后代表 接见了我们 所以今天我到这里来看 斯里兰卡的基础 比太国还殊胜 我们到此地来 跟总统建议 给这边 我们 许许多多朋友们 特别是佛教 跟其他宗教 我们联合起来 斯里兰卡这个国家 能够建成 世界 宗教 族群 和谐示范的一个榜样 就能带动全世界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叶藏大师 那么我们还会有长一点的时间 我做一个详细报告 也有文字部分 请大家多多指教 我们全同心同德协力 在世界上建一个示范地 去年 我在范地岗 也把这个事情 给教宗看到 教宗也很赞成 但是 恐怕不太容易做到 我想 我到这边来 看总统年轻 教宗跟我同年 今年86岁了 他身体不如我 所以 心有余而立不住 那么我们相信 斯里兰卡一定能够做得出来 能够做得好 世界 给世界带来和谐的光明 那么后面 还有很多朋友 他们要说话 我再次就少说几句 我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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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